这绝对是你看过最爽的动作复仇美剧 如果你没看过请一定不要错过 看过也一定再刷一遍 因为你绝对会爱上我的解说 就这样 男人刚到第一天变成了监狱里的扛爸子 但谁又能想到 几天前他还只是一个退伍返乡的老兵 只赢在小镇上点了一份蛋黄牌 就触犯了当地的不能瞎吃甜点醉 来到橘子 警员要给他做登记 可男人却闭口不言 对于这类狠人 我们都叫他杰克 抓捕的警员拿出他的随身物理 里面只有200块钱和一枚二战勋章 但哪个正常人会带着他到处乱逛了 随后他被带到探长办公室 经过一番鬼迷热眼的沟通 杰克这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 原来他刚到这里 小镇就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让探长不得不怀疑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杰克解释道 随后他通过探长透露 的细节开始分析 这起案件的凶手至少有三个 第一个开枪的人头脑冷静 作案后不留一个蛋壳 应该是个职业杀手 第二个在被害人死后还会动手 此人精神绝对有问题 职业杀手是不会这么做的 最后一个在临走时 给死者简单盖了个止咳 以前两个人的精神状态 做不出这种事 探长感觉他说的有道理 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摆脱嫌疑 因此他不得不在小镇待上一段时间了 这边女警通过搜索 以警局的权限竟然查不到此人的任何信息 似乎故意被人抹去了一般 他感觉这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于是便隔着牢房和他探讨人生 就在这时 探长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来到贺宝家里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死者鞋底有一串电话 而这个电话正是你的 贺宝还想狡辩 可当他看到窗外的黑色轿车 当场便承认了自己的罪名 并让他现在就带自己走 然而探长却充满疑问 于是他假装问了几个 跟本案无关的细节 不知情的贺宝当场承认 此时探长很确定他不是凶手 但一定知道一些内幕 当即便把他带回了橘子 杰克也因为有人认罪被无罪释放 探长派人给他解开手铐 不料杰克只是微微用力 手铐瞬间四分五裂 然而他却不知道 这一举动惹来探长严重不爽 结果又犯下了仇你不顺眼罪 就这样 他和贺宝双双入狱 来到牢笼 警员按照惯例给新人一个下马威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惹错了人 老头让他弯腰打开腿 不料杰克根本就不惯着他 随后两人被关进牢房 而狭探杰克的故事也从这里正式开始 这个男人有条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千万不要让他数到三 几泡子下去全场鸭雀无声 从这以后 贺宝变成了他的小弥地 他将活命的希望寄托到杰克身上 放风时他告诉杰克 自己是被冤枉的 原来贺宝入狱前是个货币精灵 那些人强迫他操控金融骗局 结果他们杀了人又让自己当替罪羊 如果他敢反抗 就会让他和他的家人生不如死 说话间 杰克察觉到一丝杀气 不远处的囚犯一直若有若无地盯着这边 为了方便办事 他来到卫生间 因为这里足够他施展拳脚 果不其然 那伙囚犯很快便跟了上来 他表示我不针对任何人 我只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死 这老小子一点不讲武德 竟然连二都部署直接动手 在一群壮汉的包围下 杰克就像一尊杀神 当守卫赶到现场全都愣住了 卫生间已经变成人间炼狱 而他们却不知道 眼前这尊杀神大有来头 这边女警找到探长 原来是特区发来了杰克的服役档案 此人毕业于西点军校 获得勋章无数 如果战争持续至今 杰克早已封神成为三军统帅 妥妥的一名战斗英雄 后来殷商进入宪兵队 期间破获150多起无头案件 直到现在工程身退 探长有点怀疑人生 自己究竟抓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为了赶紧把杰克弄出来 他特意从大巴监控 找来杰克的不在场证明 还派出锦花专车接送 出来后杰克表示这个小镇太乱了 自己会乘下一趟大巴离开这里 可他真的能够脱身吗 好家伙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古人成不起我 回去后 他提醒女警别忘了晚上的约会 从母胎单身至今的他 终于要铁树开花了 为了晚上的见面 他特意去理发店打扮了一份 可刚躺下 就发现外面的皮卡少年 似乎在盯着自己 向来不喜欢惹尸的杰克 当即便走了出去 他论两个精神小伙 你瞅啥 对方却丝毫没被他的气势吓到 反而奉劝他 这个小镇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千万别被自己一时冲动断送幸运 直到两人离开 杰克还愣在原地 自己参军几十年 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 随后他来到局子 女警告诉他晚上的约会取消了 因为在这个原本祥和的小镇上 不到两天竟然发生两起命案 杰克有些失落 但为了再续前缘 他和女警一起来到法医鉴定室 不过他的心思都在女警身上 可随着法医的描述 他越听越不对劲 随后一把抢过显示器 这些警方未公开的细节都被他说了出来 直到他看到死者手腕处的伤疤 杰克眼含泪水 因为这就是他多年未见的亲哥哥 唯一的亲人被残忍杀害 他发誓一定要让凶手付出惨痛的代价 探长为了避免杰克伤及无辜 于是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男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途中被一群官娃子拦住去了 他刚刚得知唯一的至亲被人谋杀 现在心情不好也不想惹事 面对瓜娃子的挑衅 杰克当即就怒了 探长得知此事 命令金发妹24小时贴身看护 免得他把小镇搞得天翻地覆 殊不知就是这个命令 让两人在日后擦出爱情的火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两人专心调查杰克哥哥的案子 他们来到贺宝家 不料一向本分的贺宝这么晚还没回家 于是杰克假装借用厕所 在屋里寻找有用的线索 他意外发现贺宝的皮鞋上有白毛槽子 一个货币经理的鞋上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他突然想起哥哥遇害的地方也有这种槽子 出来后 他们跟贺宝的妻子匆匆告别 杰克将心中猜想告诉了金发妹 但此人手无腹肌之力 根本没有胆量去杀人 而且贺宝曾说过自己是替罪羊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关系 为了尽快找到线索 两人来到哥哥遇害的地方 可这里除了曹子是一样的 基本没有任何发现 金发妹问他哥哥是做什么的 有没有可能跟工作有关 杰克说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 上一次见面他还在安全局工作 但具体是哪个单位他也不知道 两人都太忙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然而就在第二天一早 小镇又发生一个重磅新闻 局长一家被人灭口 杰克询问死者是不是被钉在了墙上 探长懵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进去后 现场也正如杰克所说 凶手的手段惨不忍睹 而且作案手法跟杀害自己哥哥的手段极其相似 勘查完现场 探长问他是怎么做到未卜先知的 杰克表示在牢房里贺宝跟自己说过 如果他不听话 他的老板就会用这种手段折磨他一家 探长无语了 这么重要的线索竟然不上报 杰克表示这里的警员不可信 我哥哥来这里执勤都没有通知你们 说明小镇上的警员已经烂到根了 现在看来连局长都已经跟他们同流合污 其他人更别提了 杰克现在能排除的只有金发妹 就连探长他都不信 金发妹连忙替探长成亲 原来市长在早上就委任自己成为代理局长 那么以此看来 市长也被脱下水了 为了对抗这股邪恶的势力 三人决定暂时联盟已被不时之需 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贺宝 然而当杰克和金发妹赶到他家时 女主人表示贺宝的夜未归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 杰克意识到他很可能已经出事了 如果按照贺宝的说法 对方下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妻子 杰克联盟让女人收拾行李 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随后来到外围警戒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贺宝家 双方对视了一会儿 当轿车离开后 杰克连忙催促女人加快进度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不明身份的老黑闯了进来 他亮出证件 表示自己是探长请来的帮手 杰克验明身份后 便让老黑载着贺宝妻子离开了这里 没有了后顾之忧 杰克准备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线索了 他要去找那个刚到监狱 就为难他和贺宝的意见 直觉告诉他 此人和幕后黑手绝对脱不了干系 于是他冒充探长跟御警约了见面地点 也正是这次擅自行动 险些让他葬送了性命 当天晚上 两人见了面 对方看到是杰克竟然没有一丝差 虽然他没见过探长 但他从电话里就听出 杰克的口音根本不是波士顿的黑人 原来狡诈的狱警早就做好了准备 可两名枪手却让他钻进后备箱 看着狭小的空间 杰克一脸无奈 我这大块头要怎么进去 为了不让枪手为难 好家伙 两人被他按在地上一顿摩擦 就在这时 警笛声响起 可下车的警员却放任枪手离开 直接朝杰克的方向追了过去 好在他有极强的反追踪能力 回来后 趁金发妹上药的空隙 他开始分析那两个枪手 如果是正常的黑帮打手 自己绝对可以秒杀 可他们却撑了好几个回合 而且从对方的身法来看 应该是南美的退役特种兵 否则当场就得被他打得跪下场征服 这时探长也得到消息 刚刚在酒吧门口打斗的暴徒 一个都没抓到 看来这伙势力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小镇警局 没有任何收获的杰克心情烦闷 想出去喝一杯 探长连忙将他拦住 现在小镇暗流涌动 外面可不太平 但杰克执意要去 探长无奈只能当齐月老 命令金发妹贴身看护 别让他再惹啥幺蛾子 这也给了二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喧闹的酒吧 两人一身变装 杰克狠狠秀了一波身材 金发妹也不甘示弱 气氛逐渐变得暧昧 随着音乐响起 两人来到舞池中央 在昏暗的灯光下 杰克被他迷得五迷三道 这一刻似乎哥哥的死 也没那么重要 异曲完毕 两人正要回去 不料天公坐美 下起了额毛大雨 回去的路上 又碰巧山体滑坡 这下真是万事俱备了 两人只能在附近 找一间汽车旅馆 更巧的是旅馆 只有一个房间 二人同踏而卧 但在座的各位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美好的夜晚 啥也没发生 次日清晨 金发妹带她回家吃早饭 可刚到门口 竟发现房门 有撬过的痕迹 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 不过除了地上的脚印 毫无发现 看来对方已经离开了 当金发妹关上门 突然发现门上留了几个大子 我们很快见面 这下彻底把她惹毛了 金发妹直接拿出 她太奶团下来的沙漠之鹰 并把她交给了杰克 因为只有她才能发挥 这把枪最大的威力 但她警告杰克不要乱用 否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结果两人刚出门 来到橘子 探长已经在这等候多时 原来法医已经查出 另一名被害人的身份 此人是一名卡车司机 看似跟案件毫无关系 唯一的案底也只是交通违规 可让人疑惑的是 这样一个普通的交通违规 卡车司机却请了 价格昂贵的高级律师辩论 这很不符合常理 看来想要继续挖下去 就得去那个高级事务所 寻找线索 然而就当他们要行动时 安全局突然给他们打来电话 电话另一头是一个漂亮妹子 她叫贝斯 当得知杰克哥哥的死去 当即就留下两行青泪 看来此女和哥哥 有着解不开的情分 杰克趁机问他哥哥的职位 贝斯表示他是安全局 负责打假的主任 前些日子研究出一个 彻底铲除伪造行业的计划 可自从他这次出去后 便音信全无 杰克让他把哥哥的文件找出来 但一定要用打印纸 千万别用电子邮件 因为此时的安全局 也不一定真的安全 挂断电话 三人兵分三路 探长来到上次对付杰克的预警家 想要将他抓回去好好审问 不料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只在坐机电话里 发现一条克莱恩公司的通话记录 可下一秒 堂堂探长却被当成私闯民宅的变态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警员把皮鞋拆进了嘴 但好在是一个系统里的 很快便澄清了误会 金发妹则回到警局 应付新上任的局长 消除对方的警惕 相比之下 杰克这边就简单粗暴的多了 他直接朝律师索要卡车司机的档案 面对杰克的手段 律师在窒息中极限操作 刚才的话有多硬 现在服软就有多快 拿到想要的东西他转身就走 随后三人回到老地方会合 通过一番调查 他们发现手里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小镇的龙头企业克莱恩公司 三人怀疑这家企业暗地里制作伪超 当即便决定去会会这位小镇的财神 很快探长带着杰克赶到目的地 一下车 杰克就发现这里的可疑之处 这么大的公司竟然没有一个摄像头 难道是克莱恩不想记录这里发生的事 随后二人走进办公室 克莱恩在他们面前谈笑风声 直到探长将小镇凶杀案和他联系到一起 当场就引起克莱恩的极度不满 他表示我为小镇做了这么多事 你们却如此怀疑我 接着他警告探长 你正在追踪的线索毫无意义 不仅浪费你的时间 也浪费我的时间 如果你不想把事情搞大 就不要再纠缠我了 身为探长 一个民营企业家竟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黑子当即就怒了 以探长的为人说出这种话 杰克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克莱恩也不跟他废话 直接下了逐客令 但经过这么一折腾 探长的家已经不安全了 杰克可不想让他跟那个局长一样 一夜之间被人灭口 于是他带着探长来到自己的汽车旅馆 三人就这么过上了同居生活 不过他们也没有白忙活 至少现在还有三个能用的线索 分别是失踪的贺宝和玉瑾 还有已经死去的卡车司机 杰克看天色上早 决定去上次和玉瑾见面的那个酒吧试试运气 金发妹则去给他们买了些日常用品 可出来时却碰到了自己的追求者 此人就是克莱恩之子 也是上次奉劝杰克离开小镇的家伙 他看不惯金发妹整天跟在杰克身后 于是特意过来挑拨他们的关系 他表示杰克曾在巴格达杀过平民 但他用自己的关系摆脱了指控 千万不要被他干净的履历所欺骗 金发妹送给他一个字 至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与此同时 杰克来到和玉瑾见面的那个酒吧 他随便找个人询问史派威的下落 不料正好被一个光头听到 此人自称是史派威的好哥们 那这下就好办了 得到线索 杰克走出酒吧刚要驾车离开 却突然发现后面有人跟踪 他二话不说打开车门 再次走进酒吧 来到厨房拿了附塑胶手套 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随后杰克将对方引到偏远郊区 找准时机猛打方向盘 在对方视野盲区跳车逃生 随着车子缓缓停下 后车也及时赶到 两个瓜娃子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殊不知死神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 杰克拿着他太奶传下来的沙漠之音 在背后砰砰两枪 两个瓜娃子当场隐恨东北 他淡定地掏出塑胶手套 准备处理一下现场 可刚打开后备箱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里面正是那个失踪已久的预警 看来这个幕后黑手果然是心狠手法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此地不宜久留 他连忙将尸体运回车上 然而狭小的后备箱却装不下三个人 无奈只能委屈其中一个 杰克微微用力 将他们严丝合缝地塞了进去 最后关上后备箱 刚要走就接到探长的电话 原来探长接到报案 9号公路发现一辆烧焦的汽车 可能跟他哥哥有关 得到线索 杰克连忙赶到现场 从这车的外形来看 是哥哥比较喜欢的那种吉普 而且从灼烧痕迹判断 明显是从中间向四周扩散 基本可以断定是人为烧毁的 极有可能就是哥哥租的那辆 这时金发妹赶了过来 他想看看车辆识别马 这一下提醒了杰克 他将番茄酱和盐倒在上面反复擦拭 其中的化学反应会让金属露出原本的面目 很快一组识别马出现在三人面前 事不宜迟 他们兵分两路 探长去寻找车辆信息 杰克则和金发妹去处理那三具尸体 抵达案发现场 看到死者的惨状 金发妹鼓起勇气问他杀村民的事情 他在付出自己的全部之前 想知道眼前之人到底值不值得 对此杰克没有丝毫保留 他表示在战争时期 自己正追踪部队里的逃兵 可路过一个村庄时 发现三个村民虐待孩子 他及时出手 然后给三个村民自首的机会 不料对方表面答应 却在当天晚上拿着阿卡四七将他包围 自己无奈只能痛下杀手 克莱恩之子还想借次挑拨他们的关系 没想到直接将女神推向了别人的怀抱 处理完尸体 二人就近找了个酒店住下 不料这个前台是懂剧情的 没毛病 这时候再说有问题 纯纯就是大脑翻试了 可刚进房间 哥哥的同事贝斯就打来电话 他找到很多关于他哥哥的文件 里面或许有能用到的线索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自己会乘坐明天下午的航班送过来 随后两人又聊了很多 杰克这才知道他是哥哥的女友 贝斯说每次聊到你 哥哥赞美的话就停不下来 甚至把你当成学习的榜样 两兄弟感情极深 挂断了电话 杰克陷入无尽的悲伤 气氛组已经到位 金发妹上前想要安慰 杰克却突然起身要冲得走 但你以为金发妹真的能乖乖听话吗 不可能 他还要安抚他那脆弱的心灵 这段很好看 我就先替你们看了 第二天一早 杰克羞涩的就像个小媳妇 反倒是金发妹看起来很洒脱 随后两人和老黑见了面 他受探长的委托 将车辆信息亲自传达 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租车和入住旅馆的人名叫罗恩哈希 并不是杰克的哥哥 他听后微微一笑 表示那是哥哥在棒球队的一名 得到旅馆位置 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往目的地 至于探长为什么没有亲自过来 是因为他骂克莱恩的事情被局长知道了 为此局长大发雷霆 给了他一堆不相关的案件 并且让他立刻查出来 否则就递交辞城 所以他只能让老黑带自己跑一趟 这边两人赶到旅馆 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 老板说罗恩哈希确实留了公文包和一袋衣服 但二十分钟之前就被人取走了 看来幕后黑手还是快了他们一步 出来后 杰克的脑袋疯狂运转 要是自己是哥哥 肯定不会把重要文件放在公文包 而那个假冒哥哥的人从里面出来 必定会抓紧跑路 因为对方知道自己马上就会到 那么那袋衣服就是他的没坠 所以真正的线索应该还在附近 他打开旅馆旁的垃圾桶 果不其然 哥哥的衣服就在这里 并且从内衬里找到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卡车司机的车库 还有克莱恩的档案 然而就在这时 关键时刻 杰克告诉金发妹分头逃跑 这样不容易被子弹击中 倒数了三秒 他猛地起身连开竖枪 两人转身一路狂奔 杰克翻过栅栏进入工厂内部 利用手里的证据吸引对方的火力 通过一顿蛇皮走位 成功让两个瓜娃子变成人体苗变大事 随后他跑进一处厂房 瓜娃子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 车子当场报废 车门也被夹住 看到两人追不上来 杰克抬手之间拿下一席 在想动手枪里却没了子弹 他只能往工厂深处跑去 杀手展开地毯式搜索 殊不知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这下完大了 瓜娃子顺势捡起手枪 局势瞬间逆转 可他刚要讲两句 好在金发妹及时出现 杰克刚想道谢 B翻猛男士的表白 把金发妹迷的五迷三道 回去后 他们和探长在一个废弃农舍会合 一起研究杰克哥哥留下来的字条 上面的PH显然是贺宝的电话 可其他英文缩写又代表什么呢 几人一头入水 他们索性拨通了上面的电话 结果其中两个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学教授 最后一个则是孟菲斯的环保局 可这跟印甲钞又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两位教授一同出国参加了会议 他们只能先从环保局入手 杰克则想起一位战友内阁里 自己曾无数次将生命托付给他 此时也只有他能帮自己了 杰克将事情经过大概讲述了一遍 并让他尽快查出环保局跟此事有何关联 挂断了电话 大嫂贝斯也快到机场了 几人连忙赶去接机 两人虽然从未谋面 但贝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杰克 因为他和他哥哥长得实在太小了 双方同时前往电梯口 可等了半天 还不见贝斯的声音 杰克察觉到一丝不对 几人连忙分头去找 最终在一个阴暗的隧道里找到了大嫂贝斯 此时他已身中树枪掩掩一息 临死前还把他认成了哥哥 看着从未谋面的嫂子倒在自己怀里 这一刻杰克是真的后悔让他参与进来的 他发誓要铲除跟这件事有关的所有人 随即便来到贺宝家提了台劳斯来宾 只因为这台车足够低调 然而当他来到局子 竟看到女友的车被人污了 杰克的内心瞬间冲出一股无名之火 看来自己不做点什么 这帮狗娘养的还不知道他是谁 他来到一家餐馆 拖着椅子走向克莱恩的大公子 看到是杰克 刮娃子还不知死活地挑衅 结果 两个小咖了还想还手 直接被他劈头盖脸一顿揍 看得吃瓜群众直呼过瘾 直到探长赶到才终止这场单方面的拧压 但两人的梁子也算结下了 出来后 杰克逐渐恢复了冷静 他突然问金发妹 你父亲生前给你留下了什么 身为前任警察局长 不可能只给你留下一把枪 小镇暗地里这么乱 他肯定会给你留些有用的东西 金发妹表示除了枪还有一个枪盒 这就对上了 杰克很快便在盒子上找到机关 里面弹出一把钥匙 那么这把钥匙又是通往何处的呢 金发妹说他父亲每天除了警局就是假 每周还会去一趟发廊 杰克立刻打断他 一个光头为何会往发廊跑 事出反常必有妖 果不其然 他们来到理发店后 老板主动拿出一个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摆满了克莱恩公司的档案 通过查阅 几人发现该公司资金链极其庞大 与收入明显不符 而且他们的基金会只捐给乔治亚州 一个小镇的民营企业 怎么会吸引如此多的捐款呢 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他们在自己印钞票 可光凭这些申报单还不足以扳倒克莱恩 除非能找到他制造伪钞的直接证据 这时金发妹恍然大悟 自己的父亲根本就不是自杀 而是掌握了不该掌握的东西被人谋杀 他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杰克连忙将他拦住 并表示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原来内格力刚刚来信 对方有重要的事情不方便在电话里说 让他来一趟孟菲斯 第二天两人见了面 内格力表示那个号码的主人已经查到了 是环保局的一个调查员 但人已经不在了 似乎查到了不该查到的东西 和杰克的哥哥一样 尸体在死后被人猛烈击打过 看来幕后黑手的势力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 当天晚上 两人找到调查员曾经的搭档 他一直对搭档的死耿耿于怀 为了给兄弟出一份力 小黑带着二人找到一个过了气的杀手 通过一顿鬼迷日眼的沟通 杰克得知调查员 是被一个叫维京人的杀手做掉的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收获 回去的路上 小黑说要带他们去分局查一下数据库 看看这个维京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话音刚落 开车的警员却突然反水 他表示自己的家人就在他们手中 不能再这么查下去了 看到小黑要拔枪 警员的情绪瞬间失控 小黑就这么领了河饭 杰克二人对视野 几乎在同时踹出一脚 车子瞬间失控 一头扎进了河里 脱离了危险 二人决定分头行动 内阁里要回孟菲斯查一下那个维京人 杰克则准备回小镇跟探长从长记忆 然而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 金发妹最终没能忍住调查父亲的死因 于是来到法医鉴定室找出尸检照片 通过不断放大 他发现父亲伤口处有钻石残留 也就是说 父亲根本就不是自杀 他突然想起 小镇只有新上任的局长有一把钻石拳杖 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第二天警局开业 金发妹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好在探长将他及时拉走 否则飞酿成大祸不可 由于他的冲动 现在丢了工作不说 局长肯定会对他下达通缉令 一旦被捕 幕后黑手绝不会让他活着走出牢房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探长只能让他暂时去老黑那里避避风头 顺便保护贺宝妻女的安全 不过通过这起事件 探长知道自己不能在暗场里出牌了 于是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克莱恩公司 试图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 可他刚到办公室 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他们一直怀疑的克莱恩竟然死 看来这个幕后黑手连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第二天警局就炸了波 小镇的财神死在办公室 投诉电话都接不过来 这时克莱恩之子闯进警局 他认为父亲的死权都是因为探长 要不是他怀疑到父亲的头上 又怎么会发生昨晚的惨剧 局长也借此机会给探长放了个长假 让他暂时不要管这个案子 看来局长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虽然克莱恩死了 但这并不代表克莱恩公司没问题 于是他带着杰克来到公司外围蹲点 很快两人便有了新发现 克莱恩刚死不到一天 他的侄子竟然这么着急出去送火 这里面很可能装满了伪钞 两人决定跟上去一探究竟 直到深夜 货车才开进服务区休息 看到房间关了灯 两人连忙来到货车前准备行动 可乡门被锁死 强行打开肯定会弄出很大的动静 杰克灵机一动爬上车顶 正常卡车为了减少重量 车顶都会用非金属材质打造 然而当他划开扇门 竟然发现里面是空的 这时司机听到声音出来查看 杰克连忙压逼身体 探长则是靠肤色和轮胎融为一体 好家伙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很难想象探长还有这种先天优势 司机回去后 两人一阵无语 这个小咖的竟然开着空车跑高速 至于其中的原因 可能也只有杰克的哥哥才知道了 线索再次中断 杰克看了看时间 那两名教授应该已经回国了 他给其中一位打去电话 不料电话那头却传来噩耗 女人说教授在今天早上就遇害了 两人愣在原地 幕后黑手竟然又赶在他们前面 随后杰克给另一位教授打去电话 杰克连夜赶路 以最快速度赶到教授所在地 这次他终于赶在了杀手前面 原来教授在杰克的引导下 寻求了警方的庇护 两人一见面便直奔主题 杰克这才知道哥哥遇害背后的真相 原来他哥哥在安全局制定了一系列举措 导致伪造者无法获得印钞纸 而全美唯一能获得这种纸张的地方 比诺克斯堡军事基地还要严密 可最近他哥哥发现 还是有人能利用某些手段制造伪钞 为此他才会下来调查 导致以身殉职 教授的一席话让杰克如梦初醒 整个案件也逐渐清晰起来 现在他只需要找到印钞纸的来源 就能找出幕后黑手 阻止他们的犯罪行动得到线索 杰克立即起身准备返回小镇 可刚出警局 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看来杀手没能阻止他见教授 已经将他定为下一个击杀目标 身后的小咖了一路狂追 殊不知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杰克上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马 再卖给杀手一个破绽 继续向胡同深处跑去 来到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 他扯下领结解开封印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利用体重优势将小卡了活活勒死 现在他要立刻赶回小镇 用刚刚得到的线索将幕后黑手连根打起 然而就在他返程期间 那伙神秘人再次出现在小镇 这预示着又一起命案的发生 而他们这次的目标竟是一个毫不知情的警员 刚回小镇的杰克知道这是给自己的警告 对方竟然如此残害无辜生命来威胁他 这次杰克是真的怒了 他决定给这伙邪恶势力一个惨痛的教训 于是将目光转向他一直怀疑的警员贝尔 两人约在一起干饭 杰克通过一顿鬼迷日眼的忽悠 让贝尔成功相信自己和探长不是一虎的 甚至声称探长就是幕后黑手 他还对贝尔说整个警局我只相信你 今晚我就要去贺宝家寻找探长的罪证 贝尔眼睛一亮似乎在告诉他 你要是能见到明天早上的太阳就算无数 当天晚上 杰克开着劳斯来宾回到贺宝家 脸上画着服役时的迷彩 穿上作战服 再拿起他太奶传给他的沙漠之音 今晚注定是个月黑风高杀人夜 很快 一伙杀手赶到贺宝家 殊不知明年的今天就是他们的忌日 当几人走进房间 杰克一拳干碎车窗 活生生将司机拽了出来 一个大逼兜 再来一脚 结束战斗 杀手看到车灯在闪 派人前去查看情况 刚打开车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抹了脖子 顺势将尸体扔进后备箱 随后敲咪咪地来到楼顶 利用单兵战术再次干掉一人 另一个杀手被地上的脚印吸引 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死神选中 这时最后一个杀手也闻声感 杰克掏出挡箭牌迅速近身 可他似乎低估了眼前之人 一番操作下来 自己竟然落入下风 这让他如何能忍 不料这小子越打越来紧 挤棍子下去 直接把杰克打出脑震荡 杀手健壮嚣张地跳下水 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但这个小咖了又岂能逆天改命 最终还是被杰克送回卡加军的怀抱 处理完现场 看到纸上蘑菇的自己 杰克瞬间想通了一切 他连忙打给金发妹 将自己所有的猜想说了出来 经济学教授告诉过他 作伪钞的前提是拥有印钞纸 而美钞的独特之处 就是所有钞票大小一样 对方只需要把一元钞票上的墨水洗干净 就能在上面印上你想要的任何面网 这样一来 克宝就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货币经理 他能在短时间找来大量一元美钞 有了印钞纸 其他的事情对克莱恩公司来说并不难 只需要将印好的钞票做久 就连点钞机都查不出来 可这也只是他的推断 想要扳倒幕后黑手 他们必须掌握与克莱恩公司 直接挂钩的尾条 杰克表示哥哥的纸条上 有卡车司机的车库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明天一早他就去翻个底朝天 就在这时 老黑走了进来 询问他进展如何 金发妹将刚刚掌握的线索如实相告 杰克则叫上判长明天去一趟卡车司机家 然而就在第二天 卡车司机的房子竟然被烧成了渣 他想不明白 为何自己每次行动 都会被对方提前破坏呢 这时杰克突然想起 这栋豪宅是司机有钱之后买的 在此之前 卡车司机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带着这个疑问 两人来到卡车司机的父母家里 皇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果然在这里找到大批尾钞 杰克让探长赶紧联系老黑 去之前那个废弃农社会合 忙活这么久终于可以收网了 探长先走一步 杰克则在这里将伪超装车 然而就在他赶往农舍的路上 内格力突然打来电话 他查到了那个叫维京人的杀手 此人竟然是连调局的特工 但三年前就死于癌症 不过他的老搭档还在局里 探长最信任的朋友老黑 竟然是克莱恩公司的走狗 杰克也终于知道 为何自己每一步行动都会被对方提前预料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克莱恩之子竟是幕后指使者 他表示所有人都是我杀的 包括我的父亲克莱恩和你哥的嫂子 杰克听后愣在原地 此人竟然如此心狠手辣 不过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 因为金发妹和贺宝亲女还在他手里 此时小克莱恩已经占尽上风 但他并没有选择干掉杰克 而是让他利用自己的手段找到贺宝 作为回报 他会释放贺宝亲女 杰克受制于人 只能暂时隐忍 随后他和老黑来到餐厅 要了一份地图开始认真思索 很快他便猜出贺宝在奥古斯塔 老黑明显不信 杰克表示如果我是贺宝 我就会去奥古斯塔 只要贺宝一天不死 他的家人就非常安全 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克莱恩犯罪的证据 毕竟双方谁也不想两败俱烧 而且他还不能跑太远 因为他的家人还在小镇里 而奥古斯塔和小镇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还是他和妻子的大学所在地 那里绝对是隐藏起来的绝佳地点 这时服务员过来上菜 杰克故意打翻咖啡 将叉子藏在袖口 出来后他又将叉子扎进轮胎 结果没跑多远 劳斯来宾便显示胎压过低 为了防止他耍花招 老黑让他下去换胎 不料这郑重杰克的阴谋 因为后备箱里全是他收集的武器 两人躲在轮胎后 谁也不敢先露面 僵持了一会儿 老黑表示你杀了我 那几个妹子也活不了 杰克也说如果我死了 你们将永远找不到赫坊 经过一顿鬼迷热眼的协商 最终两人愉快地决定继续合作 杰克表示自己倒数三个数 我们一起放下武器 看来这个老灯又没憋啥好 好家伙 单纯的老黑哪里知道社会的险了 随后杰克换好轮胎 在奥斯古塔车站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内 顺利找到了蜗居数日的贺宝 路上杰克将小镇的事情告诉了他 现在他们作为一个男人 必须要回去救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小镇警局里 黑警贝尔负责勘押探长 他一脸幸灾乐火 这时探长的手机响起 贝尔拿起来念给他听 一击毙命 这就是听不懂人话的代价 接下来几人将进攻克莱恩公司 救出自己的家人 探长打开警局武器库 内阁力也及时赶到 众人各自拿了把衬手的武器 准备和克莱恩犯罪组织来一场终极对决 内阁力手拿98k 对着外围守卫砰砰就是两枪 另一个听到动静 刚要上前查看 就被杰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干掉 接着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汽油倒进大门 大火瞬间蔓延到工厂内部 吸引了克莱恩组织的注意 这时小队则从另一个入口悄悄潜入 下一秒 随着一声巨响 众人对小咖了展开无差别设计 受过特殊训练的杰克如入无人之境 探长则是遭遇老黑 两个老朋友如今刀剑相想 可即便是老黑身负重伤 探长仍然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落入下风 他只能使出阴招 拼命按住老黑的伤口 趁他吃痛要他命 探长按下开关 曾经的老友被他亲手腰斩 这边金发妹找到杀他父亲的局长 果断开枪爆了杀父之仇 此时工厂内的烟雾越来越大 几人连忙会合撤出了这里 出来后 金发妹发现杰克没有跟出来 便要返回工厂救人 内阁力让他不要担心 这种小场面要不了他的命 事实也正是如此 工厂里 只剩下杰克和小克莱恩 两人经过一番对射 杰克已经弹尽两举 但很快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他打开一袋饲料 落地的声音引起小克莱恩的注意 可刚找到声音来源 下一秒 杰克就从身后冲了出来 没有了武器 他连给自己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三下五除二就被他按在水里反复摩擦 吃饱喝足之后 又将他一脚踹向火堆 让这个罪魁祸首得到应有的下场 看到火势越来越旺 杰克刚想跑 工厂里便发生爆炸 众人一脸蒙圈 好在杰克有光环附体 一个硕大的身影从烟雾中走出来 金发妹跑上前一把将他暴露 殃及全国的伪超案也就此画上句号 第二天他接到内格力离开的信息 为了不暴露他的去向 杰克只是轻轻一念 手机瞬间四分五裂 随后他跟金发妹告别 像他这样的人 注定过不了安稳日子 金发妹知道留不住他 于是给了杰克一张纸条 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让他想起自己是给他打个电话 接着他找到探长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探长最终决定养条狗 因为他知道有时候狗比人靠谱 最后他来到哥哥坟前 将爷爷交给自己的二战勋章 留给了哥哥 剧情的最后 杰克大步走出小镇 就像他当初来到这里呀 灰灰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